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 爸爸 我也要包包 爸爸 你的鼻子好高啊 假的 童童 爸爸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 妈妈可以搬过来跟爸爸一起住吗 可以 聪明 妈妈从魔法学校毕业了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了 妈妈呀 因为昨天晚上表现得太好了 所以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而且她还得到了一个大奖 我们全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太好了 我也可以跟可可一样 睡觉之前 听爸爸妈妈给我讲故事了 我才不要呢 童童 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两票对一票 你不准反对我们 可是这不公平啊 哪里不公平 就不公平 很公平啊 两票对一票 这么早啊 你昨天不在办公室 去哪儿了 我有点事 公室还是私室 算是私室吧 公司重处在危急时刻 你居然还有时间去办私室 不如说出来听听 确实是一些私室 但不太方便讲 我以后在公司我会注意的 对了 杨阳已经辞职了 这是她的辞职报告 一个女人对她的男朋友说 有一些私人问题不太方便讲 你觉得这个男朋友 会有什么感受 她会不会很难过 相军 或许 你不要以男朋友的身份 去考虑 一切 一切可能会变得好一点 你什么意思啊 是在宣布 我们已经分手了吗 相军 我们在同一间公司 一直以来 我都把你当成是我最好的朋友 永远的好朋友 你知道 我要的不是什么好朋友 我知道了 是不是因为你已经选择相信她了 我们在公司外面有很多人 可不可以不要说这些 回答我 为什么 因为事实是她从来没有想过害我们 她一直在帮助我们 事实 什么事实啊 她说的事是什么 事实就是我看到的我听到的 相军 如果利舟谋 不是你的亲哥哥 如果她不是相义的私生子 你会不会不这么看她 你说什么 你对她有偏见 是 杨阳是林剑东找来的 那是因为周茂去了利市 他们为了弥补我们失去周茂的损失 但是 特意让林剑东找杨阳过来给我们帮忙 可服务王典的事跟她没有关系 这次杨阳能顺利地去石家庄找到工厂 带我们渡过难关 全都是利舟谋在帮忙 她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害我们 你知道吗 全是废话 全是谎言 你现在对我说这些 你觉得我能相信吗 你想向我证明她是多么为创美着想 还是想告诉我 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为什么要这样认为 你为什么就这么讨厌她 我知道 在你心里没有那么恨她 你只是不愿意接受 你是不愿意放下心结 你会觉得有没有 你别说了 我告诉你 你真的太容易被蒙蔽了 立种梦她这一次 是用了更刚明更阴险的手段 因为她要报仇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立种梦这么做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 因为你她才会出手 因为你她才会改变 因为她不想把你输给我 好 就算是这样 那之前我们对她的指控 都不存在了对吗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件事情上 再对她心怀怨念了 你那么大早来公辞 就是为了给立种梦 距离地争吗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不跟我说 难道她已经得到你了 巫头跟我说 你不是我 就代表你承认了 我说 你一样的认识 我们是否 diplomatic 실패 但是对不起 们就像她一样 不是我んと了解了 我 这就没什么 他你现在黑了 可是 你和李宗盟 那么我的爱 你又放在哪儿吗 我去你的导演 我去你的 song 你还要撒在哪儿 你如今的心里 我去你的圆子 我来一次 我去你的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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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军 不要这样